台灣大概有 數十萬到數百萬的人 其實晚上都有打呼的問題 男性啦 肥胖的人啦 老年人啦 鼻子比較差的人啦 脖子比較粗的人 都會有這些問題 我前有就曾經有講過說 黃好平你回老家睡啦 你不要睡這邊啦 你回新莊睡 吵到我睡覺了啦 那結果後來有改善嗎 後來他的睡眠有改善 但我們的關係沒有改善 我們分手了 你看吧 打呼的話就影響很大 我覺得他會分手 不是因為打呼的關係 最近在準備專場 各位 我準備專場壓力超級大 壓力大到我睡覺睡不好 然後睡的時間很少 然後早上起來之後體力就不太好 於是我前陣子就去看一下 睡眠門診 我就問醫生說 怎麼辦 我睡不狀況好 不太OK 然後那醫生就開始診斷 各種詢問我的睡眠狀況 我說 黃先生 你現在睡覺的時候會打呼嗎 我說 我睡覺的時候 我不知道會不會打呼 你可以問一下你旁邊的人啊 我當時心裡面想的是說 我一個人睡覺 但不知道為什麼一講出來變成 醫生我單身 瞬間超多的information 你知道嗎 沒有 我跳躍性思考 我就一個人睡對我單身 就是跳躍性思考 這是歸納演藝法 浮火博士的想法 然後那個醫生當時臉上冒出一個表情就是 好可憐喔 大概有屁事那種微笑的 他就開始跟我講說 黃先生你要小心一點 如果你睡覺的時候 沒有注意到你的呼聲的狀況 這個憨聲的狀況的話 你有可能 因為你過敏 你鼻子會塞住 你可能有罹患 睡眠呼吸中止症的可能性 我說什麼是睡眠呼吸中止症 聽起來有點嚴重 他就 他就是睡眠呼吸 和中止 好膚淺的一個病啊各位 這是我最不想得的一個病 我想得也是得什麼後天免疫缺乏 症候性 什麼狀況 就是你免疫系統缺乏 你會得到病 你會不容易 聽起來好深喔 睡眠呼吸中止症 就是你睡眠呼吸會中止 好膚淺的病各位 就今天你遇到一個人叫陳大頭 他的頭真的很大 沒有surprise 知道嗎 那睡眠呼吸中止症什麼意思 就聽起來像一個拍出來的病 就醫生無法解釋你睡眠的狀況 所以拜一個睡眠呼吸中止症 就有一個朋友 他叫大根 他說他有一個叫 過度換氣症候群 簡稱過氣症候群 超假的病名各位 一看就覺得是在開藝人的玩笑 你過氣症候群 這樣子啦 你們怎麼都不笑 笑啊 大家都不笑 老先生 起床了 我在做夢 對 那就好 那就好 我還以為我真的是一個 不好笑的脫口秀演員 那你來我家幹嘛 開了的眼前的模樣 懦大的窗 沒有人在我身旁 你是不是跟我一樣 一個人睡覺 沒有人陪 只能夠把自己的悲傷 唱成歌唱給大家聽 關了燈圈都一個呀 不能再唱了 再唱下去就有版權的問題了 其實在這個世界上 有一群人睡覺的狀況很不好 不好到什麼程度呢 根據之前菲利普的調查 有四成的夫妻呢 因為另外一半 打呼嚴重到必須要分房睡 甚至有三成的人 真的因為這樣破壞了夫妻的關係 就此婚姻失和 所以到底打呼是不是一種疾病 如果是的話 又要怎麼樣來治療他呢 我們今天歡迎到這一位 是我們的林佳摩主任 為我們來好好解答一下 歡迎林主任 大哥 就像豪平所說的 就是睡眠品質 跟免疫系統很有關係 睡不好的話 不僅會影響整個人的睡眠品質 也會影響就是整邊人的免疫功能 如果照醫生這樣講的話 其實我們這種單身狗 其實就不用擔心了 我們怎麼打呼都吵不到人 這樣OK吧 你還是會因為缺氧 然後就醒過來 缺氧是因為寂寞 還是因為睡眠的問題 因為呼吸道卡住了 然後就是缺氧 你不懂什麼是寂寞 寂寞是會缺氧的 寂寞是會讓我們無法呼吸的 好 那我想問一下 就是主要一個很嚴肅的問題是說 到底我們剛才講的 什麼是睡眠呼吸中止症 那又什麼樣的人會得到這樣的狀況呢 睡眠呼吸中止症 就是我們的呼吸道反覆的阻塞 然後它造成呼吸會暫停 大概10秒以上 然後每小時要超過5次以上 反覆的發生 你可以想像說 好像就是你溺水沒有辦法呼吸 就一直反覆的缺氧 這樣的話你會睡得好嗎 這大概不太可能 以人口來講的話 大概有5到10%的人 台灣大概有 數十萬到數百萬的人 其實晚上都有打呼的問題 還有人講說四個男的 有九個會打呼 男性啦 肥胖的人啦 老年人啦 鼻子比較差的人啦 脖子比較粗的人 都會有這些問題 那有些人晚上睡覺的時候 打呼的那個 像那個專那個 那種專利機這樣子 還是說有些人來講 會突然之間 就突然之間沒有呼吸了 還是說這個人 他晚上整晚的時候 其實醫生你模仿這個 睡覺的狀況 我也有遇過 我們之前就是 我跟整個劇團的人 出去巡迴的時候 跟我同房的室友 呼聲超大聲 就是他睡一睡 先把我吵醒 然後突然停住 那我覺得 你還好嗎 你還OK嗎 我都覺得說打呼很大聲 如果很順的話 就代表他睡得很好 是不是這個觀念 其實是錯誤的呢 很多人都以為說 打呼就是睡得很好 其實這是一個迷事 因為不僅就是說 會吵到旁邊的人 其實對他自己的身體 也是不好 我們剛才前面 其實就有講到說 菲利普之前調查的案例 就是有四成的夫妻 打呼嚴重到 必須要分房睡 甚至連我呢 我前有就曾經有講過說 黃好平你回老家睡啦 你不要睡這邊啦 你回新莊睡 吵到我睡覺了 結果後來有改善嗎 後來他的睡眠有改善 但我們的關係沒有改善 我們分手了 從此之後 他再也不會被我的打呼 給吵到了 我就一個人睡了好不好 各位不用擔心 不用擔心 雖然是這樣子的狀況之下 但後來洗完上別人了 我們各自有幸福的生活 你看吧 打呼的話就影響很大 我覺得他會分手 不是因為打呼的關係 雖然說他只是打呼 他還是會影響到你的身體 提升癌症高血壓 心臟病 中風等疾病的風險 根據研究指出 沒有治療 阻塞性睡眠呼吸中止症 他會有高達四成的機率 造成冠狀動脈疾病 他也有可能會增加 中風的發生率約1.58倍 猝死的機率剛高達2.5倍 調查也顯示說 阻塞性睡眠呼吸中止的患者 由於他們睡覺的時候 很習慣張嘴呼吸 所以他們罹患 社區型肺炎的機率 叫一般很高2.86倍 重度睡眠呼吸中止的患者 甚至於就是超過三倍以上 像我門診的時候 有些病人嚴重的呼吸中止 造成說他開車的時候很嗜睡 不小心睡著 然後就發生車禍 沒想到 醫生你剛剛這樣講 就是說睡眠呼吸中止症 造成的影響這麼樣嚴重 那我們要怎麼樣知道說 自己有沒有睡眠呼吸中止症呢 其實現在檢查 睡眠呼吸中止很簡單 你可以做居家的睡眠檢查 你可以睡眠中心睡一個晚上 你就知道嚴重度 可以睡在裡面 然後大家會幫你檢測說 你有沒有打呼啊 打寒這樣的狀況 我們一般的嚴重度就是說 一小時你缺氧幾次 如果說你是 剛剛有提到說 定義上面講的是 起碼你一小時要超過五次以上 所以一定會觀察得到 你只要睡著 就會開始發生這個情形 那確診有這個 睡眠呼吸中止症之後 有沒有辦法能夠改善 甚至治療完成 現在有很多種的治療方式 譬如說肥胖的人來講 就是轉減肥治療 甚至轉減肥手術 然後有些人如果說鼻子不好 鼻中隔彎曲的 他可能去做鼻中隔彎曲的手術 如果今天是扁桃腺很大的 像我有個病人來講的話 他本來打呼得很厲害 他就是去做那個 就是扁桃腺手術之後 本來他在家跟他離婚了 他不但沒有離婚 還生了老二 因為他不打呼之後 不打呼之後 規防的情緒也提高了 這麼好 我一定要趕快去檢查一下 那我現在還沒有任何人 可以跟我增加規防情緒 另外還有一種方式的話 就是帶 就是揚壓睡眠呼吸器 揚壓睡眠呼吸器 這是什麼東西 我沒有聽過 那這個東西是戴上去之後 就可以改善自己的 睡眠呼吸中止症的問題嗎 它的原理當然就是 用這種揚壓呼吸的方式 去撐開你嘴巴的 這些軟組織 然後讓你的呼吸道可以通暢 這樣的話你就不會呼吸中止 可是你睡覺的時候 還要戴著這個東西在臉上 那管子又那麼長 會不會纏到身上 會不會反而說 你至好睡眠呼吸中症 但有其他的狀況發生 不說 所以來講的話 就是 睡眠呼吸器的擺設就很重要 因為你的呼吸器 放在床樓櫃的話 你的可能你的管路 就要順著這樣子 從上面這樣垂下 這樣側睡的時候 比較不會去壓 按照你家的一些 裝潢擺設 去擺設你這個 揚壓睡眠呼吸器 對 所以說這個東西 是可以量身打造就對了 對 那像這樣子的東西 如果說今天戴上去之後 我要怎麼知道 自己睡眠有沒有改善 以目前來講 由於科技的進步 現在都有APP 可以去看說 你使用上面 就是到底 今天用了幾個小時 呼吸中止的狀況 嚴不嚴重 漏氣的狀況怎樣 所以它有這麼先進的功能 可以檢測你的呼吸狀況 對 好棒喔 所以這個東西 聽起來它這麼複雜 是不是要插電 那這樣子的話 我不就只能夠在家裡使用 現在的呼吸器 像這一台來講的話 它可以拆裝 就是不要潮汁器的話 它可以帶出去旅行用 現在也有一些機型的話 它是可以充電 所以如果今天 有這樣子的東西之後 不管是在居家使用 出遊使用 你都完全不用擔心 你有在有這個 睡眠呼吸中止症的狀況 對 就是說以往的呼吸器 有的甚至於說 3公斤以上 現在的呼吸器 大部分來講說 坐在2公斤以下 一些旅行用 甚至於不到1公斤 所以的話 大幅的縮減說 你行李的空間 這樣的話就是提高大家 就是旅行使用的意願這樣子 我覺得主任 你介紹這個東西太棒了 因為說你可能平時 會有需要 跟另外一半出去玩的機會 如果你只能在家裡用的話 很可惜 可是你如果出去玩 你帶這個東西 你在外面 你就可以降低打呼的狀況 所以出去玩 你就減少了一個很嚴重的問題 晚上睡覺 大家睡不好 隔天怎麼玩 而且呢 剛剛也提到一件事情 就是睡覺其實也是 提升免疫力很重要的關鍵 睡不好 你很容易會生病 會有各種不同的問題 就隨之一起發生 對 就希望說 有打呼的這個 就是這些人 還有就是另外一半 就是特別注意這個 打呼的問題 其實睡眠中心 很多人去做睡眠檢查 可是很多都沒有治療 這樣的話 其實是有點可惜 因為看到蠻多的病人 其實就是 還是有一些心血管的疾病 就跑出來 對身體真的蠻不好的 對啊 但主任 我們也不能這樣講 就是還是有一些人 是沒有另一半的 很多人是沒有 另一半的狀況之下 也是要為了自己的健康 好好打點一下 對 像豪平來講的話 就是這個沒有另外一半的話 可能晚上就 除了晚上哭一下 你不要吱吱吱吱的 晚上能做什麼 晚上能做什麼 沒有另外一半也OK好不好 我有阿雄陪我 阿雄陪我 阿雄對不對 阿雄 阿雄 阿雄去蹭你了 連他都拋棄我 因為你晚上寒色太大了 好 我接下來就好好檢測一下 自己的睡眠狀況 到底正不正常 那今天呢 謝謝林主任幫我們介紹這一個 是我們的 陽牙睡眠呼吸器 還有很多關於 睡眠呼吸中止症的問題 希望大家找到自己 有沒有這個問題 對症下藥好好處理 好好治療 謝謝主任 謝謝 謝謝 主任 他這樣子壓在我的臉上 我沒有辦法呼吸 這種狀況怎麼辦 這我沒有辦法 貓不受控